当我说我是佛教徒时,并不是在宣称,我比谁更有智慧,而是在低声说,我有太多无名烦恼将去除,所以我选择学佛。 当我说我是佛教徒时,并不是在显示,我过去是累积了什么福德,而是看到我往昔所造恶业多么深重,所以祈求佛呼发磁光加倍,是越颤除。 当我说我是佛教徒时,并不是因为我要逃避人世,追求虚无,而是甚至日常生活处处是道场,活在当下就是在修行。 当我说我是佛教徒时,我的生命并未从此不再遭遇挫折,但是有了佛法相伴,挫折已转化成助我成长的因缘。 当我说我是佛教徒时,我心中充满无尽的感恩,单单想到今生有人生而为人,具备修行的能力,又有机会遇上知识,得以听闻佛法,就身心感动音乐不可思议。 当我说我是佛教徒时,我知道菩提道上尽管七到八起,成就佛道却是我,生生世世的功课。 当我说我是佛教徒,并不是因为外在有一个神,而是我发现了我本具的自信本性。 当我说我是佛教徒,并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破坏,而是我了解到众生的平等无二。 当我说我是佛教徒,并不是因为无法承担自己的生命,而是我明白,这是源入过多的期盼与恐惧。 当我说我是佛教徒,并不是盲目追随,而是因为我了解到生命的价值在于慈悲,慈悲是无分毫伤害的心,一种利他的心。 好了,感谢你观看这视频,如果你喜欢它,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。 下次再见。